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两位的到来 其实有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原片片长达四个多小时 那么这部电影的筹拍过程也是历经了十二年之久 那这部电影在台湾也拿下了金马奖六项大奖 但是在大陆的票房却一直不佳 甚至马上就要下线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受到了众人的追捧 起此回声 这部电影就是最近正在院线上播 这个上映的赛德克巴来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由魏德胜指导的电影赛德克巴来 5月10号在内地上映 由于题材沉重 加之适逢 复仇者联盟等所谓大片当道 第一周仅有四百万票房 各地院线纷纷表示将提前下线该片 5月16号 各大媒体与名人纷纷表示 要给好电影尊严 不要错过一部有价值的电影 为赛德克人血性一把 赛德克巴来才被挽救于垂死边缘 据中国电影报数据显示 上周该片逆势上涨拿到580万票房 我知道对于这部片子 沈昊老师您是一直是力鼎 我也听说您在台湾看这个片子上还哭了 是吗 有什么回事 当然是有类似的 我在台湾看的是当时四个半小时 看了通宵 因为当时是那一天晚上第二天就要走了 我两天可以选择 要么九把刀 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要么是这个 我当然选择这个 而且我觉得这个 我到现在立顶的原因很简单 我说我们看了很多华语电影 包括内地制作的 很多傲慢的电影 我看过很多了 但我很少看到骄傲的电影 所以我当然要支持这个骄傲的电影 傲慢跟骄傲的区别 就傲慢在于他没有打动你 但他假装已经打动你了 他已经居高的一下子看你了 但赛特格芭莱是真的能打动你 所以我说好多人 我说你们必须得看这个片子 是为了以后你们在骂别的大片的时候 你们有底气 所以我看过别的 我看过赛特格芭莱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片子不好 那我想知道 史航老师 你看这里面你说有很多类点 你认为有哪些类点 比如咱们这就得经营一点剧情了 比如说赛特芭莱 他们是翻射起义 来反对日本人 但是这12个翻射中有6个起誓了 还有的没有起誓 沉默 还有的就站在日本一边 就形成委居那个状态 当然这有很多历史渊源的 但那一边设置道德社的头目 天摩阿里斯儿子 他就问 爸爸你经常去跟那边人仇杀 我们的族人仇杀 就问说 是不是我们战死之后 到彩虹桥那一边 我们就重新是朋友了 就说不再是敌人了 他爸爸说 当然了 他们的信仰是这样的 结果那孩子说的一句话 说那我希望明天就决战 就这孩子不是嗜血想杀人 他是受不了 看到就是这个不同社的族人在残杀 他说那我们就赶紧到那边去 因为到那边可以做朋友了 其实孩子的这个想法 可能是最纯真的 也恰恰是 我们可能每一个成年人内心 最深处的那个美好的愿望 那可能这个是 对于史昊老师来讲 我觉得他最感人的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导 你觉得这部片子 对于你来讲 最感人的点在哪里 感人点非常多啊 我印象最深可能还是 那些妇女吧 那些妇女 然后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祖奶奶啊 他们的这个母亲 然后为了去省粮食 因为知道他们要上山去打游击 然后就去 就自杀了嘛 为了省粮食这么简单一点 这个肯定是一个 很大一个类点吧 我知道这个是 当时也觉得这个可能有点煽情煽过了 但是在现场看的时候 还是觉得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怎么说呢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血性 它是一种 就是我们汉人实际上 也都有这样的东西 很早以前 所以说是这种相通的 对对对对 就因为咱们汉族以前 也有这样的东西 包括像《刺客列传》 《春秋时期》的那些东西 也有这样的东西 为这些事情去赴死 就是这些感人的东西 可能真的是会激发很多人的共鸣 但是可能对于电影机前的很多 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 听到这个名字 所以有点拗口 叫赛德克巴莱 我想问一下这个神昊老师 这个名字 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其实赛德克就是人 巴莱是真正 就真正的人 真正的人 这个其实名字 也当时就好多 包括导演威德胜 就是后来在内地票房 失利的时候也反思过 说是不是应该起一个 大家更容易明白的名字 比如说直接 他当上部叫彩虹桥 下部叫太阳旗 那这种叫彩虹桥 是不是能好一些 包括就是叫赛族勇士 甚至有人看完 叫赛族崛起 就是扣某一个大片的翻译名字 你扶持出一个 因为我们很多大片 都是这样的 什么什么总动员 什么什么追击令 就证明套进去 说这样可能票房好一点 他自己也反省这一点 但确实呢 这个不是起一个名字问题 因为他整体的宣发 在台湾是两年 在大陆是一个月 就说这个里面 还是差好多火候 但这个没有办法 就说什么时候能决定引进 这不是说导演自己能决定的 所以说塞德克巴莱 这个名字呢 很拗口 但是如果看完这个片子 你不可能忘记这个名字 因为对激动人心的镜头 他都喊着塞德克 喊着巴莱出现 其实我看到这个片子 让我想起了 我们那大陆 也有过这样的片子 比如说像嘎达梅林 忽必烈这样的片子 这个名字其实 也会能给人一种 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可能熟悉这段历史 就是最简单说吧 湘奈尔你怎么记得这名字 沙轩怎么记得这名字 这也不是天然有的吗 你在乎他 任何一个奢侈品牌 你都能记得住 那为什么记不住 塞德克巴莱呢 可见就是他还没有机会打动你 如果你去电影院看了 打动你 你自然记得这名字 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的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这部片子 在台湾能受欢迎 在内地不受欢迎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很大一个原因 在于没信心 怨线对电影没信心 怨线也对观众没信心 观众对媒体没信心 观众对宣传没信心 这些互相的没信心 就导致了 就说 我们只能信那些最主流的 最主流就说实话 就是被消费磨损的最厉害 就说你现在 变形金刚四 变形金刚五 变形金刚八 都有人看 泰南一可你拍个二 也有人看 就在于我知道它是什么 而赛德克巴莱 是个久违的片子 你以前没有梦想过 华语电影还有人这么拍片 所以说 这本来是一份惊喜 但可能被对你变成一份陌生 惊喜变成陌生 当然就错过了 我也想问一下刘导 您从导演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个片子来讲 它的推广和受欢迎程度 是还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这个有很多元素 像院线 发行公司 都有很大关系 确实是这个片子 在很早以前 两年以前 《海角七号》上映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当时已经开始宣传了 实际上在大陆宣传也挺早的 只不确实是 可能它的宣传话策略 处理出了一些问题 或者确实是 刚才施老师说的话非常对 就是因为没有信心的问题 可能台湾电影 对于它本土制作的 那么一史诗片子 对大陆市场也没信心 叫这个名字也没有信心 大陆人能看懂 他没有信心 然后大陆反过来 这边的宣传公司也好 院线也好 更是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说 白队主要导演这一关 为什么说 《卫德胜》这篇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 在上演《海角七号》 看的时候就很期待 因为确实是期待了很长时间 因为知道他为这篇 的准备时间太长了 因为我们也是做导演的 也是做年轻的小导演的 没什么机会 对他这么一个执着 这么去成长 就好像看到了 一个真人秀一样 觉得你能走到哪一步 所有的导演都能看 等于是做这么难的一步 说实话很多东西 他这个年龄 还没有把握得很好 可能再老一点 他拍会更好 但是也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拍是最合适的 因为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本身 所以台湾出了一个史诗片子 是因为一个 有血性的导演做的 以前台湾是 很多是以前 可能都是杨泽昌他们 他们这个老一代的 但现在以后呢 后来台湾就开始清新发 小文艺 什么时候出了 这么一个有血性的片子 很让人意外 非常让人关注 一件事情 而且是这么年轻一个导演 而且几乎是倾家荡产 然后去开玩笑一样 拍了一个样片 就是一个傻的 不能再傻的行为 当然从我们说 大陆的人来看 是最傻的 最傻的行为 我注意到就是很多人 提起塞德克巴莱 觉得他在内地 不说欢迎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是觉得他这个语言上 他好像全篇 基本上这个 用的大部分是 日语闽南语 还有最多的是这个 应该是叫塞德克语 这点是问题吧 这个会不会从来 大家看英语大片 看那么多了 怕什么 大家都看字母王达 语言这么说吧 他那个语言 恰巧觉得 他如果配上汉语 就完蛋了 因为很多 说的祖先 他还叫祖灵 就很多词 我们电视剧中 我们很多片子 已经磨损得太厉害了 包括勇敢 勇气 这些骄傲 图藏这些名字 只有是用一个 陌生的语言说起来 我们好像还比较 相信他是真心的 就说我觉得 这个语言这一刻 恰恰是对的 当然这对演员 其实很辛苦 比如主演这个 那个孟大陆 这个老年孟大陆 这个演员 林敬台 他是一个牧师 他是一个牧师 还是个猎人 他现在还打猎 同时还是个木雕艺术家 他还雕木头 他现在山上 还有他的山洞 存着东西 过多人可以用 是这么一个老头 但是他不是这个族的 所以他所有的语言 对他是外语 所有的语言 都他自己背 应背 就整个四个半小时 他的台词 全是应背 背的平常到位 包括他说话的语速 很到位 确实是这个东西 是很让我们 觉得有感慨 有共鸣 但是我发现 在这个文化这个方面 从台湾那个角度来讲 和大陆 还确实有一些地方 是不是对接的很严密的 那么对于两位 你们来讲 就是这个片子 如果从台湾 一到大陆来说 他对于我们 大陆的观众来讲 最大的魅力点 应该在于哪里 我首先觉得这是 咱们最粗浅的说 在动作片里 这拍的非常好的 你看那么多咱们拍的 大陆片 战争片的东西 我们吊着位 飞来飞去 但是你就一来头 猎头之后 这个年轻的 孟大陆导 就是这个 尤大庆演的 那个角色 他一下跳到水里 那段时间 就你知道 那是真正动感的东西 就他这个片子 无论是战争场面 还是小规模的格斗 它是真正的动作 你看到每个 就是那个 男演员 那个腿上的肌肉素 包着他们的脚地板 他们一开始 都是光着脚 真的跑的 就你脚上厚厚的老件 后来有人 真的被石头割伤 为了安全起见 没办法呢 就是穿着鞋 在最后电脑 划掉这个痕迹 但他整体来说 你们感觉出 这帮人 就是生活在聪明中的人 他80% 都用的是素人演员 都是原住民演员 所以就说 首先这个动感和真实 甚至男性魅力 这是最外包装的一层 再往里看呢 你可以看到关于尊严 关于骄傲 关于对自己文化信息 那种坚守 这一层东西 最里面可以看到 关于命运 关于宿命 关于和解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咱们经常会 对这个片子 断章取义的东西 包括网上 我看很多人 我很不赖烦 看他们就觉得 又是个抗日大片 又是嗜血的抗日大片 推销暴力 其实他们的信仰 跟我们的汉族 是不一样的 他们相信就说 比如我跟刘畅老师 我们俩有仇 他打落你嘴巴 我要是一直忍着 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龌龊的 但如果我还你嘴巴 或者我跟他抱着一块 跳进 跳进到山崖去 这种时候 我们两个都光明磊落 所以他说 当你的仇恨流出的时候 我们的仇恨 当你的鲜血流出的时候 我们的仇恨消失 所以他的每一次 不是嗜血的 包括你看他猎头 割人头 他其实说 这样做了之后 我们两个都是男子汉 所以我们可以一块 到采物庄那边 做朋友 包括一族 他不是一个直接 就是说排日凡日子 对日本人 他也同样道理 商业之后 我们直接没有仇恨 所以这些 我们的文化 鼓自己的信息 需要你真的看 再真的去查资料去想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是相通的 他的魅力 可能也不会受到 一个海峡的阻隔 或者是一些 对于电影技术上 认知拍着手法 没有什么阻隔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 说一个种族 它的清新西 咱中国 在汉族以前也是这样 它也是学性的 它也是杨章的 它也是为了一个信念 它就是赴死的 也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文化的清新西 对 所以这个电影好 它可能真的能引发 我们很多 对于这个电影内部 关于人性的一些东西的思考 和这个反思 可能这些东西 是更加吸引我们的 那么关于这个电影呢 它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关于这些话题 我们稍时休息 接着回来跟大家继续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继续看今天 那其实提到塞德克巴莱的导演呢 魏德胜 可能大家对他更熟悉的是 源自他不久之前的一部作品 叫《海角七号》 那么关于这个塞德克巴莱呢 事实上 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 塞德克巴莱这部片子 在《海角七号》拍摄之前 就已经在魏德胜这个 魏导的脑海当中 已经徘徊了多年了 那么关于这个塞德克巴莱 塞德克巴莱这部片子呢 拍摄的过程当中 也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003年 导演魏德胜 自掏200万台币 拍摄了5分钟的片段 邀请台湾媒体 企业主观看 证明塞德克巴莱的 可观性和市场性 他预期投资 能有700万美元 但除了礼节性的称赞外 他并未能获得任何投资 直到2008年 魏德胜的海角七号 在创下台湾电影 当地的票房记录之后 塞德克巴莱才得以言梦 而这一时 影片投资 已经上涨到5亿台币 我们看到这部片子 这个确实是很坎坷 这个资金的问题 一直是他的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导 是不是说关于这个 电影导演在拍电影的时候 资金一定是他的命门呢 致命吧 致命的东西 不管是这部片也好 电影也好 都是这样 在这部片子当中 我看这个片子当中 可能大家如果 这个刘信的话 会主要的片子的结尾的时候 会有一个天使芭蕾的部分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的名字是 这个周杰伦 我说这个周杰伦 没有在片子当中参演 为什么会有 后来了解了一下 是关于这个周杰伦 也是在这个片子当中 寄与了很大的帮助 给他投注了很多的资金 很多 包括张小燕 徐若轩 对 很密集的名字 我想问一下这个石老师 您也是到过台湾 看过这部片子的 那为什么台湾的很多艺人 会对这个 未导的这部片子 寄与这么大的热情 包括像严成旭这样的 就是别人都觉得 他很难搞的 他为这个片子免费站台说很多 徐若轩不收片酬 他在里面演个角色 而且要包票房 就说所有的人都发现 那一段历史 是被埋没的历史 当他出现的时候 他非常耀眼 非常辉煌 跟所有的演员 基础别的片子不一样 所有的人就觉得 参与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而且魏德胜本身 他的那种精神 也确实很打动人 因为刚才刘畅导演 提到杨德昌 其实那个魏德胜 也可以算杨德昌的弟子 就是当时那个杨德昌 拍一一的时候 魏德胜去应征 应征你知道什么职位吗 司机 我可以给你们开车都行 只要是能在你这 看着你的工作 所以他有那种气质 包括这个片子四个半小时 杨德胜导演的 顾宁街少年杀案事件 那是我最喜欢的华语片 三个小时四十分钟 也很长 就说魏德胜 他学到了杨德昌的很多东西 就是他其实客观中立的 隐忍的 你觉得他镜头吧 他有很多血腥 但他一点都不适血 所以我觉得他都带着 悲悯的心情来拍这个片子 而且包括他 魏德胜有一本书 叫《小导演失业日记》 你看那种东西 之后就发现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台湾出这样的导演 还有一个李安 也是这样的人 他可以说 在我真正有机会拍推手 拍《野生男女》之前 我在家几年做家庭富男 包饺子 包括李安去嘎那 去领奖之前 都要包很多饺子 他老婆不太会包饺子 放到冰箱几格 放满了 放心才走 这种人状态跟我们习惯的 好多那个大牌导演 那个劲儿好像不一样 但其实他们那种状态 他们的位置 导致他们用一点 貌似鲜卑的角度 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赛德克巴莱 绝不是一个 简单的 某一种主旋律 或者某一种意识形态的大片 他都记录了很多种生命的大片 那我想问一下史涵老师 其实之前我们看到 魏德胜 他也是拍了一个 五分钟的一个片子 但是一直在长期都没有吸引到有人去给他投资 为什么之后会有 还有信号 商业效应 为什么之前没有人会去选择投他的这个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你看明昊 他一开始的那个崩光的石头投资多少 到赛车多少 就是向市场证明自己 不仅是你要有这个姿态 有这个决心 甚至要机会 要运气 就你给市场做这一个动作的时候 市场看见 要不然你玩命空白的时候 市场再看别处 你看不到 你也没办法 所以海角七号证明魏德胜 不管怎么样还算个幸运 这魏德胜非常牛的一点 就是我反正这片子不让我拍呢 我就拍一个小作品来证明我家 证明我自己 像拍一个微电影 拍一个短片也 他拍的是海角七号 而且你看他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我已经被打回到从前的经历 就一无所有 就海角七号挣的钱 就全投入去了 本来他的大陆效房 他说如果是七千万人民币的效房 他大概分两千万人民币左右 填进去才合适 因为虽然我们知道 他是多少钱拍的 他那个就是台湾分账 因为还有宣发费用 其实在台湾他还没有到 也没有到大平的程度 但是咱们大陆现在 可能是刚过一千万吧 就说还是对原来想有挺大一距离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导 关于这部片子 我们也讲了 他这个现在这个资金的问题 无论是拍片之前的资金不足 还是说现在面临的这个 很难收回成本的这个问题 那除了这个资金问题之外 你从导演的角度来讲 这个拍像这样的一部大片 那他可能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其他问题呢 很多问题啊 包括刚才说的宣传问题 去打这个点 对吧 你光有资金拍 你怎么去把它卖出去 还是个问题 虽然导演一般来想不考虑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实际上 导演也是跟制作人一样 负责了所有的问题 因为所有人导演要上位 包括这个他花了12年 对吧 他花了12年 但更多的人 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 比如说要拍一个东西 可能在心里头埋了十年几年 对吧 甚至有的还得一些 埋着写上小说 再靠着小说 然后再也再去博得一些投资方 员现的一些注意 就是这花很多很多 就是机会 刚才史航老师说得特别对 就是机缘巧合 他才能够把这片能拍成 而且有投资方 他能够去认可这个选 能够认可你这个选题 你这个计划才行 他能看到说 我还能够去赚钱 本身电影这行业太复杂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 他是个产品 他需要考虑 他这个商品 他需要考虑去投资 他需要去销售 这么一个东西 他不是一个个人艺术作品 写个诗歌 画个画 那个音乐 这来讲 个人一个人就能干了 但是这个电影不行 花那么多人 那么多物力 关键它是个商品 所以说能不能把这个商品 能够做成 大家也知道 有多么困难 其实我看到这个片子 有一个很震撼的点 就是在于 很多的这种 宏大一点的场景 在山上 很多人 包括他的战争场面 拍的也确实是 让我觉得很震撼 那么当时我就在感慨 说作为一个台湾导演 其实韦德胜 还算是资历比较浅的台湾导演 他是如何能做到 调动这么多的资源 来做这件事情 不光调动资源 而且你看 他的每个演员 都在表演 包括山头上那些小人 做背景的 包括日本的 这边往那 就是山头上 很远的背景上的人 都在表演 这在大陆 是一个特别 难以理解的问题 因为咱们这边 还好 不管几万人的场面 都会发现 这个一看 就是群众演员 大家在很规律 在这运动 但他们不是 就每个人 哪怕镜头照顾不到 他刚才像石老师说的 他腿 肌肉 他都在用力 他在拼命去表演 他投入他的角色 所以我看这片子 我觉得很惊讶 就所有的演员 包括这个创造团队 他们都是在用这一股子 这种 就像 就像赛德克巴莱一样 就真正的人 真正的电影的人一样 真正的去表现自己 去创造这个 整个团队 都有这么一个气场 非常奇怪 因为在大陆的 我拍过纪录片 包括拍过一些 咱们这边的大片子 纪录片 我都拍过 我也去过片场 待过很长时间 我也想去 别人的前辈身上 学到东西 但是我觉得说 整个体系来看 都很难理解 像赛德克巴莱 这样的一个团队 因为看他的片花 看他们的作品 整个 所有的人都在投入 完完投入自己的工作 而且就像一个人一样 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而且台湾居然能做到 我觉得 大陆什么时候 能做到这一点 不太知道 为什么大陆会 就是在这方面 我觉得很太浮躁了 每个人都是在干活 在挣钱 然后在名和利 去取到自己应该要 去想要得到的东西 然后这些台湾的电影人 他们是在 做这部电影 他们是为了 这个电影来做付出 为了这个 心里出现热爱 对这个电影的敬意 对 其实我觉得 一开始来这 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部电影 电影是充满敬意的 因为 对他们充满敬意 是因为他们 首先对这个电影 是充满敬意的 包括台湾的观众 台湾的观众 台湾的票房 比咱们大陆要好 我刚才听说 一个好消息 还真的是已经 起码他投资 是回收了 大部分部分了 台湾为什么票房会火 因为台湾真正的 台湾的观众 是能耐得住寂寞 不是耐得住寂寞 耐得他心 去看那四个小时 我特别想知道 台湾观众 对于这部电影 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当时是在林森北路的一家影员看了 还是挺大的一个影员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 就是安静 而这种安静 不是走神的安静 能感觉出来 就是你这时候 如果出什么声音 你会觉得非常刺耳 你就知道那种安静 什么样的安静 我觉得大家就像是 这个电影像是什么呢 像是那个浇花的水 那个一点的渗进土里 渗进每一个人的记忆 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当时就是 我当时那天晚上的时候呢 因为是有个台湾导演 赖神川老师 本来说我们要聊通宵 后来我说我还是想去看电影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特别想跟台湾人一起 台湾影院看一个电影 我从小看那么多台湾电影 通过录像带 通过各种渠道 我想看台湾人 跟我的哭点笑点一不一样 最后我发现 后来我说 没有哭点没有笑点 就是安静点 这都是很安静 通片都很安静 而且那是看了 大概我看完之后 将近凌晨四点钟 我记得是 就大家所有的那种专注度 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子呢 它是一个就像那个刘导刚才说的 他们为什么那么拍啊 因为他 你看你很难想 这里面有人跨组 他们是机会很少 很多人素人演员 但又大腕 但是所有人 他们在这里 我们大陆的演员更想 我的时间怎么切成几分 更能赚更多的钱 把它切得更碎 更好卖钱 这为什么呢 你当你对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又没有根 就是你粘 其实表面都看这么一个树 但底下没有根的 我就这么半截树苗 我底下截断的 我插到土里 貌似也是一棵树 但它也是黄的 因为它没有根 已经吸取不了新的养分了 我们大量的 我们的制作人员 创作人员 已经没有根 没有吸取养分 和再生长的能力了 而那帮人在这个题材中间 每天他拍的时候 他们还受到新的激动 他们为自己 马上要拍的东西 和已经拍过的东西激动 这个在大陆很少见 不光群众演员 多少大腕 活得跟群众演员一样 我特别欣赏 刚才沈航老师说到的一点 就是是要有根的 无论是演员也好 还是这部电影也好 它都是要有根 才能真正的去汲取 我们生活当中的营养 让这部片子真的变得好看 那所以有很多影评人说 这部片子可以是 说是台湾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大片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稍时休息 进一段旅游资讯 稍后继续跟你聊 可以这么说了 赛德克巴莱这个电影 可以说是台湾的电影以来 就是一个是拍出了一部 真正的史诗版的电影 看了以后不得不让我佩服 除了佩服小卫 他的导演功力之外 还有这个也还醒了很多 我们曾经遗忘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发生在台湾本土的一个历史 其实还有很多人 对这部影片发表了一听 比如说汉汉就说了 这是一部绝对值得去看 去电影院看的电影 不用去思考所谓的文化呀 殖民呀隔阂呀族群 只需要看见男性应该如何去战斗 他们的热血洒到了哪里 你甚至是不需要思考仇恨是如何互相埋下的 该怎样才能消弭这些 文明呀信仰呀想这些都太累了 就去看看人性里最简单最狂野的地方 如果说文明不够文明 那就让野蛮足够野蛮 两位老师同意他的这种评价吗 我觉得就这么说吧 首先被震撼震撼之后被感动 感动之后你可能再会想 想每个人的命运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主要一条 我觉得应该去电影院看 就你一定要跟一堆人在一起的时候 看看你的每一个情绪点 跟别人是不一样 有时候人到电影院里头 除了看景之外 还为了跟周围人在黑暗中 有一个最本能的沟通 跟陌生人 你是个同呼吸共命运的东西 我觉得赛特巴莱这个片子 有这种东西 它能让所有的人同平共振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好多现在的媒体特别爱说 把它当个小众艺术条的宣传 甚至说你要有多少耐心 我觉得你只要买票进去 你只要有信心 过后不用有耐心 你只要买票进去 这两万小时 你就是跟他在一起 你用不着耐心 就会一直看得完 怎么出字幕了 怎么结束了 因为这个信心 你只要看进去了 你就能相信他每个人的命运 我看注意到这个 关于网上有很多评论 说关于这个大陆影院上 上显用的这个版本 被剪辑过的这个版本 其实不太像原来 这个四个多小时的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争片的小时 我看的就是这个版本 就是德导杰在这个片段 当时晚上只有四个人 就是四个人在影院里的看 只有四个人看着 只有四个人看着 但是四个人看着 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确实说的 虽然人很少 但是我们四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 静静地看完 一直到最后一个出字幕的时候 四个人都没动 我们最后没动 知道字幕出完我们才走了 明天的半夜的凌晨两点 很多影院的会赶 就是赶观众 就是比如到字幕的时候 但是赛特巴来的观众 就很难被你赶走 他会听着这个歌 因为现场还有两个工作人员 就是六个人 因为那边还有两个 一直在等着去扫地的工作人员 就在那个拐角那坐着 然后他也一块看字幕 看完以后 然后我们走了一会 他才出来 我觉得这个歌其实也是很好听的 这个歌的名字应该叫彩虹桥 它不止一首歌 它里面大量的歌唱 无论男生女生 因为我比我非常喜欢台湾的胡德夫 但是你在那个现场的时候 你感觉那个电影 就是很多个胡德夫 男的女的都在那唱 自己比伏 我觉得他的音乐 让你感觉到 就整个像漫天星斗一样 就不是说专门哪个突出 没有哪个突出 都好 赛德克巴莱中主题曲 赛德克巴莱之看见彩虹 由第十六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原住民演唱新人奖得主 拉卡乌茂 特别以赛德克语 为电影量身作曲填词 并通过原住民演员 大庆 林庆台 及罗美龄等数十人的合唱 演绎出七分钟的电影主题曲 我注意到这个片子当中的 很多这个音乐 虽然说可能用的是 这个赛德克语 但是我听完之后 真的是在我脑海中营绕 包括我今天 这个坐车来的时候 还在哼起这个旋律 我觉得这个语言的不同 并没有影响到 它这个旋律的这个沟通 尤其是我最感动的 每次就是我单独也问个 下载那个视频看 就是父子俩 去世的父亲 跟在世的儿子一块唱 就是说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 是谁这么骄傲 是你的子孙呢 就最后就说 那个雷电劈开的巨石 就是我们赛德克人 就是要面对雷电劈开巨石 那样的命运 就我觉得那个父子合唱 那段是最感动的 而且就父亲 一直陪他唱的时候 把这个摩纳鲁道 他偷偷把手伸过去 想摸一下父亲的后背 确认是不是真实 在手伸去那一刻 爸爸站起来 往彩虹里 瀑布彩虹里走 消失了 往他一个人切 把歌唱完 我觉得那首歌不像别的 那就是真正的 就是心灵对话 这个词算用得很熟了 真是两核心 而是真的在对话 这个时候通过的 可能不光是一些镜头的语言 或者故事的叙事的推演 恰恰是通过一种音乐的东西来引入 包括最后引到彩虹桥上 可是通过音乐的一种串联 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导 就是在 那是原生态音乐 在这个导演 在这个影片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这个音乐的重要性 有时候往往 这个不亚于这个片子 本身的镜头的美感 有时候电影音乐是这样 他是不让你听到 他是跟你的情绪去走 你更关注他的剧情 但是这部片子 他确实音乐起到了 跳出位了 因为他用了很多原生态音乐 他用了几个段落 包括我还看那个资料 他还 其实还录了很多合唱 但是没有最后 没有很遗憾 他没有用到里面去 但确实他这片子是两部分 电影音乐本身是一部分 然后他所谓的原住民的原生态 是另外一个部分 这两部分在一起 所以说我这是一个 特别典型的台湾的一种 一个风情 一个文化 一个史诗 一个必备的元素 所以说这个东西 也是能够更好地烘托出这个片子当中 他这种文化 因为他的气氛 整个是还原 他的气氛是还原 就还原 把你观众带回到那个时代 又有那样的人的想法 用他们的思维去考虑问题 所以必须用他们的语言 用他们的音乐 可能让你很好的去还原回去 对 就等于说没有这些音乐 这故事完全叙事能完成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他在流泪 你一定关心他眼睛看到了什么 那个音乐就是他眼睛看到的东西 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外化 他信仰的一个外化 所以那些音乐非常重要 你无可取代 其实不光是音乐 在当中有很多这个台词 也是给我印象很深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 有一个这个环节 是这个年轻的这个组长 问这个莫德鲁道说 你凭什么让这些孩子去牺牲 说这个莫德鲁道说 为了这个失去的图腾 那么你凭什么 这个这些孩子 那你拿什么来换 对 他说骄傲 对 那你为什么 你拿什么来换这些年轻的生命 就你拿年轻的生命去换图腾 那你拿什么来换年轻的生命 那你让人来换图腾 你拿什么来换而已 那你拿什么来换图腾 那我们来换图腾 我们来换图腾 否计 你要怎么去找 我们要把我们来换图腾 然后 eng coordination 他就能为我们来换图腾 然后我们来换图腾 然后我们来换图腾 该换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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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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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话 可能虽然说 我们需要通过字幕 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说话者的那种神情 已经能够把这个话语当中 那个内涵 已经传递到我们内心深处了 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看过这部电影之后 你们印象最深的那句话是什么 我最记得的就是 他那个花岗一郎花岗二郎 那两个日本警察 他们都是翻名 只被人家给规划了 洗白了 编了号 根本也不是兄弟 罢了一郎二郎 最后他们又帮助了 这些马赫坡的族藩民们起义 但是因为他们杀了很多人 包括魏德胜很中立客观提到 他们伤及妇虏 日本的妇虏 最后他们有一个 现在你看内地板被剪掉的画面 就他在墙上写遗书 说我们俩 因为这次的藩人粗草太重 杀的人太多 我们内心无法承担 由于他们两个最后决定切副 然后花岗一郎 在这块跪着要切副的时候 他的弟弟看了说 切下去吧 切开你纠结的肝肠 死后不要去祖先的彩虹桥 也不要去日本人的神庙 就做孤魂野鬼吧 就那一段是把那种真正 个体的人的命运的纠结 因为真正的史实 这两个真有其人 而由于他们这个 一开始日本人认为什么呢 不可能是摩纳都道怎么干的 因为他们是文盲 是没有脑子的猴子 因为一定是这两个人 是真正的主使者 直到发现他们两个自尽的尸体 而用日本人方式切斧的状态 所以日本人才觉得 他们是只是参与者 而且是还有一些欠疚的表现 最后把他们死的一个山 命名为花岗山 就说一开始那帮日本人 是完全不相信这帮原住民 是有组织作战的能力 所以他们一种文明中间 有太多的交哼 我注意到花岗一郎二郎 这两个角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 特意安排的 这两个角色 他真的非常有特殊性 正是他们本身就是一种 所谓的日本人口中的文明 和赛德克人本身的一种 文化的一种交融体 而且交融的非常痛苦 其实万箭穿身 他们为了孩子有尊严 他们打着这些班民的孩子 希望他们最后能变成日本人眼中的文明人 可是人家是那个摩大路道说的 你这样的文明人 你试案学院毕业的 比所有日本警察的学历都高 可是你依然你挣的钱最低 没有人瞧得起你 所以我没有什么出入 这两个人是关键点 就他的所谓的影片的主旨 要表达的 其实这两个人是很关键点 那大陆这个版本 确实是把这两个人删了太多 所以很多人可能看他两个人 觉得有点不明所以 这两个人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问题 就是文明还是野蛮 是骄傲是尊严还是 还是所谓的什么东西 对因为这东西我们见到很多很多 咱们自己身上发生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包括我还去外面旅行 在拉斯加也见过这样的人 比如见过当地的原住民是印纽特人 也是那样 就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代 他们不能再去补金 也再不能去猎杀海豹 也没法去吃生肉 所以他们完完全全全就已经变成了 已经退化到了一个 就是天天在家里看电视 叫外卖 然后屋都不会出的那么一群人 体重都超胖 在美国是很有名的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就非常悲哀 尤其是他们的那些老年人 年轻的时候还跟祖辈出去出海 还补过精 还补过海豹 就过过那样的生活 现在可能说更优越了 年龄活得更长了 但是他们老人实际上很痛苦 我天天看他们在海边上 老人就没事干在那里溜达 捡点石头 就那样 然后中午早上吃完饭出去捡点石头 然后再回来吃饭再捡石头 一天就这么过 就非常非常悲哀 所以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所以这个东西 刚好是符合这个电影 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文化 就是它退后的 虽然我们变得更文明了 生活得更富足了 但是实际上本身的本源 全都丢失了 所以他们还在体育场里 那些人还教孩子 怎么去模仿 去跳那海豹的舞 为了去接近海豹跳海豹舞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 是很可怕的一件 所以我觉得魏德胜 这件表现的就是那样 所以说 它本来就是一个文明和原始的冲突 所以说很多人去 在看过这个电影的时候 说评论说 可能这部电影的 很大的魅力 是在于告别的那种过去 你是好人 我是坏人 这种单一的定论 给了他一个更丰富的解释 对 就是其实你看 无论是你有特别人 这种被圈养的 这种富足的那种 无聊和空洞 还是这些 那个原著名的 他们也很不一样的